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 昨天到嘉义出席竞选活动 不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台上的后援会总会长 却突然身体不舒服 差点当场昏倒了 侯友宜也立刻上前撑伏 而当时侯友宜站在台上 替党籍立委参选人助长 但是身旁79岁的后援会总会长 蔡金恋却突然身体摇晃站不稳 好险他当时身旁也有一些工作人员 再加上侯友宜也马上的停止致辞 上前撑伏关心一下状况 让竞选活动是有惊无险